空姐又偷食路骨情与WhatsApp对话,自拍照全部流出。 国泰季早前发生空姐与外籍机师在驾驶舱X交银罩外泄后,之后再次发生怀疑有外籍副机师,及血衰评和报告为由施压,迫使一名已婚港人空姐与其通奸。 声称是受害空姐的丈夫,不满国泰未有积极处理有关投诉,犯而在网上爆大祸。 怎知丑事真是一浪皆一浪,近日在有空姐偷食路骨情与WhatsApp对话兼自拍照流出,WhatsApp群组流传一堆图片加一条床上影片,内容就必到有个疑似空姐背着男朋友同另外一条载凯情与对话。 试度问题,不能在此放视频。 有网友觉得,做的空姐要似为非,一定会识到好多无同凯男性,有前进载顾客又好,行棍机师又好,席第二边落左击之后会做捏又无人知,会令到男友好无安全感。 莫非真是人在旅途,被感孤单寂寞。 空中服务员 空中服务员,有称空城、空服,女性称空中小姐、空姐、空嫂、男性称空中少爷、空嫂、空叔。 市民用航空中在机舱内为乘客提供各项服务的勤务人员,主要工作为确保飞航安全、供应飞机摊等舱点,指导乘客使用机上安全设备,维护机舱环境整洁,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引导乘客安全离开机舱等。 由于近年来恐怖活动和劫机活动的威胁,维护客舱内的保安也成为现在空中服务员的职责之一,而以色列航空是唯一常态配置随机武警的航空公司,以防劫机行为发生。